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呢,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基本笔画里面比较难写的几个 大家看一下 平纳,弯钩,卧钩和横折折品 这几个笔画可以说难懂了一大批人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平纳的写法 平纳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拨三折的 起笔平出,然后斜下去 然后出那角 这一拨三折你看 一段,两段,三段 注意中间这一段要斜着这样直着过来 你不要给它写太弯 很多同学写这个平纳的时候 总是写太弯 这个弧度老师掌握不好 比如说有同学这样 你要这样写的话那就真丑了啊 平纳中间这一段直着写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平纳它到底怎么写的 它这个过程啊 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个大的 你看它这样你就这样平出 然后这样直着写下去 然后我们给它拖出那角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详细的演示一下这个字啊 这个笔画啊 你看先平出 好 写下去 然后慢慢的拖出那角来 哎就可以了 这是平纳的写法啊 哎一拨三折 你看平出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直着写下来 不要给它写太弯 然后拖出那角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弯钩的写法啊 弯钩想要写好 其实它有这个分为四个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段 它要先写下来 然后第二段 哎略带弧度往下走 那第三段是在往里收 往里收 那第四段就是出钩了 第四段就是出钩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我们也画一个大的 你看它是先斜下来 哎然后略带弧度往下走 然后呢到下面的时候 你再往里拐 稍微回过来一些 哎 你从这起笔 我们还要再回过来 然后第四段是出钩 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当然它弧度没有那么大 我们来写一下看看 首先你看 迁入笔 好写下去 然后略带弧度 好往下走 然后你看往里收着点 然后向上出钩 哎这是弯钩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先写下来 然后略带弧度 第二段 然后第三段往里收着点 然后第四段 然后向上出钩 哎 弯钩 你看 它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不是这样直接这么弯过去的 也不要这样斜着写 一定要注意弯钩这个正确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握钩 握钩的写法 哎 它飞为三段 我们怎么说呢 首先斜入笔 你看第一段 哎 斜着入笔 斜过来 那第二段 慢慢躺平 哎 拖到水平位置之后 就是第三段出钩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第一段斜下来 轻入笔 哎 油轻到重 然后慢慢拖到水平位置 这是第二段 哎 一 二 然后第三段 好 往回钩 注意这个钩是往回钩的 不要往上钩啊 好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你看 斜下来 好 慢慢拖到水平位置 哎 躺平 然后往回钩 哎 这是握钩的写法啊 好 我们握钩再来一遍 我们也不按格了啊 你看 斜下来 好 慢慢拖到水平位置 然后往回钩 哎 这是握钩 那横折折撇 横折折撇撇 我最常念的 就是写不好的 就这样写的 大家看一下 往里面拐特别大 然后两处折笔 都是往右上倾斜的 其实这样不对啊 它这个折笔处非常小 它应该是一个上紧 下松的这个笔画 两处折笔挨得很近 而且往里面拐的也很小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怎么写的 你看它是首先 往右上砍肩 这肯定是对的 你看往右上砍肩 往右下按压 好 往里收 然后 哎 这里往里收的比较小 然后往下压 注意 下面 你看它不是往上走了 往下压 然后好 大家看见没有 往上走 往里收 拐过来之后 你看它是往下压的 你不要平着写 也不要往上走 我们把横折折撇 再来一遍 你看看 横 往右上砍肩 好 往里收 不要收太大 往下 往里收 然后往下 然后撇过来 哎 这是横折折撇的写法 你看这两处折笔 其实挨得非常近 不要往里面拐太多 还有一点就是 这是往下压的 哎 你不要写平它 更不要往上倾斜 咱把这几个笔画 在下面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啊 你看平那 先来看一下平那的写法 好 平出一段 两段 写下去 好 三段 出来 那角 一波三折 弯钩分四段 你看 写下来一段 略带弧度 二段 往里收 三段 出钩 四段 哎 你看看 那握钩的写法 三段 先写下来一段 拖到水平位置 你看躺平 二段 然后往回钩 三段 哎 这是握钩 那横折折撇 我们就不分几段 我们就直接这样 先往上扛肩 往右下按压 好 往里收 往下压 好 撇过来 哎 这是这几个笔画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分解之后 分解这么讲完之后 是不是也很简单 并不难 掌握了技巧 它就简单 好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我这期视频呢